好 的確現在民眾已經開始陸續採買年貨 在溝雄鳳山有家知名的花生堂 為了應付這過年前的大量訂單 從明天開始門市要暫停營業十二天 很多收費者趕在今天前往來購買 一大早七點鐘 門口已經出現了排隊人籠 和限量的花生堂也立刻被秒殺 此外在臺南眷村的年貨大街 一百多個攤位擺出的眷村 傳統美食 還有南北雜貨 一大早同樣也是人潮急爆 民眾從門口開始排隊 轉了一個彎進入巷子之後還有人 一早七點高雄鳳山這家知名花生堂 就出現搶購人潮 因為他們只到今天後面 就可能是接訂單了 門市沒有開 花生堂純手工製作 幾十年來堅持古早味 工作人員在餐台上切整 門口就聞得到花生 還有麥芽香甜的味道 一入口酥脆不黏牙 是高雄知名的伴手禮 過年前花生堂訂單爆量 店家從十九號開始 門市暫停營業十二天全力趕制 十八號門市休假前最後一天 店家九點開門準時開賣 五六百盒的量 短短半個小時秒殺 在前家在前家沒多量 為了過年採買的人潮也湧入台南眷村年貨大街 精華火腿 臘肉還有其他煙燻製品 在攤位前排排掛充滿了年節氛圍 還有不少人年菜餐桌上的經典菜色獅子頭 也在現場現煮現炸香氣十足 百多個攤位 眷村美食南北雜貨 民眾一次買棋 準備過個豐盛圓滿的春節 記者姚文華SNG小組綜合報導